我们知道呢在川普团队有大概三四个解决这场乌克兰战争的方案 同时呢就有三四个代理人吧 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一些见解 当对中川普选定了这个人 同时也就选定了这个人他所代表的那一派的意见 也就代表了这个人的方案被川普所采纳 那这个人出来了 那那个和平方案我们也就看到了 我们一会儿呢给大家咱们分析一下